第105章要么灭亡要么解散 对于那些老弟子来说 这不过是无数届弟子中的其中的一届弟子罢了 但是对于这些新晋弟子而言 却是事关生死的大事 这些新晋弟子在各自的分宗之中 那都是呼风唤雨的顶尖弟子 本身就是人中之节 天资出众自不必说 有了总宗的条件 追上那些总宗的弟子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哪个甘心给别人当陪衬 如果是加入别人的捧党派系 不然是底层的成员 受人驱使是难免的 谁肯甘心 也正是这样 燕赤灵拉拢他们令祖一派的时候 他们也就顺理成章的靠拢了过来 现在他们堵上门 要求我们交出刚刚领取到的岳奉 简直是欺人太甚 那个弟子咬牙切齿说道 在老弟子的重压之中 要么屈服解散这个新人派系 要么玉石俱焚 无论是哪种 都不是一个好结果 在这些新晋弟子的心中 燕赤灵是一个核心 叶西文自然也是一个核心 虽然叶西文并没有公开拉人 但是他的实力摆在那里 自然也是新晋弟子靠山之一 叶西文淡淡的说道 我去看看 这事情和他也有切身关系 毕竟他也是新晋弟子中的一员 收取岳奉这种事情 岂能落下他 到时候迟早还是要被卷入其中的 有叶师兄出马 一定没有问题的 那个弟子喜出望外的说道 原先也就没想到 叶西文居然会出手相助 毕竟叶西文在之前 就表明了独善其身的想法 不参合到这些党派之中 叶西文跟着那个弟子出了院子 在这个院落之中 居住的都是今年的新人弟子 内门弟子独占一座院子 而外门弟子则是一人一间房子 倒也不分散开来 新人弟子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只有到了河新弟子 才能选择居住的地方 出了院落群 发现这次新晋弟子都集中到了路口处 为首的正是燕翅灵 这时候燕翅灵正脸色难看的 和堵在路口的十位老弟子交涉 这些老弟子各个冷漠的 看着这些新晋的弟子 为首的一个约莫着 二十五六岁模样的黑衣青年 上前一步 说到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下面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交出所有的岳缝 第二 解散你们的这个什么狗屁党派 那个老弟子的话 顿时引起了许多的新晋弟子的怒火 这是要将他们都逼上绝路啊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都逼上绝路啊 一个新晋弟子怒道 想我们放过你们 那也很简单啊 只要你们解散这个什么狗屁党派 加入我们福帝帮 一切都好说 那个黑衣青年冷笑着说道 我好巴不得你们不识好歹呢 听说上头觉得的 你们这一届天才弟子特别多 给的奖励也是历年少有的丰厚啊 诸多弟子脸上泛着怒气 这些分宗的弟子在各自的分宗中都是精英天才 是核心 何曾被人这么欺负过 在路上 叶西文也听那名原来青丰山分宗的弟子提过了 这幅地帮是一位颇为强大的核心弟子所开创的帮派 成员也有一百多个 清一色都是先天境界以上的 实力在诸多核心弟子所开创派系之中 都算得上是中等的 我奉劝你们还是趁早解散算了 新人我见的多了 硬骨头也不是没有 但是最后还不是寸步难行 这次那些宗外的新人弟子比你们实相多了 早已经解散了组织 各自加入派系了 那个黑衣青年淡淡的说道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燕赤灵冷冷的说道 欺负你们又怎么样 那个黑衣弟子冷笑连连说道 看来你们这些人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听说你们这一届天才辈出 你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那个黑衣弟子冷笑一声 骤然动手 宁长围爪 寒芒闪烁 抓出了阴暴声 朝着燕赤灵的脑壳抓去 无耻 燕赤灵怒吼一声 彻底爆发了 宁长成全无尽的火红色的真气 包裹住他的手臂 便犹如着火了一般 瞬间一拳轰出 迎了上去 轰 拳爪狠狠撞到一起 无尽的真气碰撞 爆裂出恐怖的旋风 席卷开来 双方各退一步 竟然不分宣制 实力差不多 那个黑衣弟子顿时脸色一边 他也没有想到 燕赤灵的实力居然一点都不比他差 顿时脸色一变 虽然都说这次的新人天才特别多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毕竟他是九年前的那一届加入的总宗 比燕赤灵多了快十年的时间 或许到了后期 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中 十年并不能完全决定什么 但是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十年就足以决定相当多的东西了 但是他足足比燕赤灵多了十年的时间 但是却不能压制他 这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杀机和一丝嫉妒之意 凭什么凭什么这些人就能拥有这样的天分 还没败入总宗就拥有了和自己抗衡的实力 为了拥有如今的实力 他用了整整十年 才从当初的外门弟子成为了现如今 先天三重巅峰的弟子 虽然算不上是顶尖 但是起码也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角色了 但是他凭什么 想到这里 那个黑衣弟子眼中度火中烧 再度朝着燕赤灵猛攻而去 燕赤灵也是冷笑一声赢了上去 双方交手剧烈的爆炸声不断传出 一拳一脚都能打爆空气 战斗越发的激烈 那些新晋弟子纷纷跳开 不敢靠近 刚风割得脸生疼 两人杀的难舍难分 燕赤灵本质上的实力更强一些 但是那个黑衣弟子的经验更丰富一些 因此杀了燕赤灵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随着燕赤灵慢慢熟悉了这个黑衣弟子的进攻方式 彻底击败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